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买卖点的学习当中 然后要学习的第一个课程 肯定是第一类买卖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类买卖点到底代表的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和寻找第一类买卖点 对于我们的操作和交易进行一个判断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话 就是禅师在开篇的时候就已经写过的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禅者价格重叠区间也 价格重叠区间其实说的就是什么 说的就是中枢 说的就是中枢 就这个地方震荡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一个中枢 那么买卖双方阵地站之区域也 那么意思说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对吧 那就是买卖双方在这个里面博弈交战的一个场所 是吧 那么后面什么 禅者破解之道也 所以为什么叫禅中说禅 对吧 就说我们怎么样去破解这个纠缠的这个区间 然后呢 他说什么 以正地站为中心 比较前后两段力度之大小 大者留之小者去之 这什么意思 就你看 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上涨的走势当中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去比较 如果你后面初中枢的这个力度比前面更小 是吧 你要注意 他比较的是什么 他比较的是 以正地站为中心 意思就是什么 进中枢和初中枢的一个力度 是吧 那么如果你初中枢的力度小的话 有个地方就要去检仓或者回避 是吧 那么如果你后面这一段 走的比前面更强 那就要继续观察留转 对吧 等待这个东西去完成 那很很很就走一个趋势上了 对吧 那么反之如果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中枢 是吧 如果是下跌的一个中枢 那么你就要比较 那么离开段和近中枢段 到底哪一个力度更长 是吧 我们是要去比较这个东西的 所以禅论 其实说白了 说到底就是什么 就是比较前后两段的一个力度的一个大小 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 如果上涨过人当中后面的力度更大 那么我们就什么 就继续留着观察 让这个利润奔跑 如果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什么 它后面的力度更大 那么什么 暂时不要着急去参与吗 是吧 因为这个做空的这个动能 还没有被宣泄完毕 对不对 那么大家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吗 是比较近中枢和初中枢一个力度的一个大小 对吧 这是本质的一个核心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一买 这个东西呢 我我们讲的时候呢 可能只讲这个第一类买点 然后这个第一类卖点的实际上就倒过来了 对吧 就不用去 就就我 他们是互为镜像的吗 对吧 就像就像镜子里面一样 就你把它倒过来 就反过来就是 卖点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买实际上是在什么 下跌中枢的一个下方 对吧 它一定是在下跌中枢的下方 它不可能说出现在一个一个上涨过程当中会有E满 那一定是一个什么一个走势类型完成之后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一个最低点 对吧 那么就是什么呢 出现在下跌中枢的下方 由于下跌的力度比进入中枢时的力度什么发生的衰竭而形成的 然后你看啊 左边这个是趋势下的一个走势当中 然后小B比小A的力度更强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 就说明这个做空的动能没有被 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消耗完毕 那么最后等到这个小C出现的时候 就趋势下小C出现的时候 力度怎么样 就是说做空的动能是什么 就被宣泄完毕了 就是说最后该跑的都跑掉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力度就发生了一个衰竭 那么C比B这个力度发生了背驰 所以就什么 就发生了趋势背 那么这个地方C就是第一类买点 对吧 就小C完成的这个位置 就是个第一类买点 然后呢 就第二种情况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是 如果是一个盘整下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我们就去比较什么 我们就去比较这个 初中枢这一笔的一个力度 和进中枢一笔的力度去比较 是不是 那么如果初中枢的这一笔的力度 已经发生了一个什么 发生了一个盘倍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一满 对吧 所以是两种情况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一满一定是在一个 什么相对的一个最低点的位置出现的 它绝对不可能说是出现在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会有一满 对吧 上涨过程当中只有只有可能有二满和三满 那一满一定是最下面的那个地方 是吧 你不要说哎 跑到什么中枢上方去找这个东西了 这一定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好吧 那么一满呢 说白了就是什么 动能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衰竭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要去 去找 找那个点 就动能衰竭的那个点 你想啊 其实整个一个过程当中 是吧 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在最后背驰的时候 把那些最后不坚定和恐慌的筹码给震出来了 所以出现了一满这个买点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就说一满它出现的出现的位置和它形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样子 懂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去把握第一类买点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这两年的行情走下来 很少有出现那种趋势背的一个行情 那么我们用比亚迪的这个当时一个盘整背驰的一个走势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第一类 第一类买点它怎么出现呢 对吧 首先因为有同学会会说一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说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吧 我们要去找一个盘背或者是趋势背的一个买点 是吧 我怎么知道你后面这一笔这个力度到底背不背呢 对吧 万一他万一他后面走下来就不背了 那我中间进去不不就是不就是那个成员大头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去运用这个东西 其实呢很简单 我们首先要比较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加以几个辅助条件去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一吗 对吧 首先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去比较什么去比较指标的一个力度 你看前面前面进中枢一段的指标在什么 MACD下方的这个绿柱子和面积是这么大 对吧 但是你后面这个地方盘背之后的这个地方 你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绿柱子放不出来了 MACD更贴近零轴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其实也是一个背离的因素吗 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结合结构来说的话 你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盘背一中枢下跌的一个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有就是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买对吧 就是这是第一种方法是结合指标去判断的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第二种情况 你要知道在整个这个离开中枢往下去跌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得满足一个条件什么样子 你得打 你得首先你得上下去刺破这个中枢 对吧 你如果连这个中枢都没有跌破的话 你哪来的一买呢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一定是跌破这个中枢 然后跌破这个中枢之后 你去找什么 我们肯定要去找这个底分型 是吧 你往下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参与 那这个地方有且只有两种情况 好吧 第一种什么呢 第一种就是说出现了强势的底分型 对吧 那么什么叫强势的底分型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你强势的底分型 必然是后面的这个底分型 右侧的K线 是有力度的越过了左侧的这个积极点的 对吧 越过了左底分型左侧K线的这个高点的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强势的底分型 那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作为一个什么 可以作为一个入场的一个依据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什么呢 这种情况是说 你这个地方没有出现强势的底分型 但是底分出现了 然后等一个等于什么 等一个验证K线 或者是底分盘五线 然后什么去越过这个左侧的积极点 是吧 你等两根K线去越过这个点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什么 成为一买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两个条件去叠加的 首先第一个 你离开中枢的这个力度 你在本级别上去比较这个MACD的面积和大小 是否发生了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因素 对吧 然后第二个因素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注意发现什么 这个地方是否出现了有力度的分型 或者是底分盘五线 或者是什么 是底分出现之后 然后又又什么 又出现了验证K线 去越过了这个左侧的积极点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两个都是 都是要满足的 是吧 否则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下跌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什么 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因素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出现底分型 哪怕这个地方 MACD没有放出来 那后面都有可能继续再扩大 那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要什么 比较两个因素 一个是MACD放不出来 一个是底分型 强势底分型 确认或者是底分盘五线 越过这个左侧积极点 两个两个条件 一起去判断这个东西的 对吧 不然的话你你说 那你有可能无限去延伸 是有可能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结合指标和 这个K线的形态 是吗 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什么 去把握第一类 第一类买点 是吧 那么反之你往上的过程当中 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就是向上初中枢的一个力度 不怎么强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这个地方会有什么 会有第一类卖点出现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 确认一买要指标和这个形态 两二者叠加 才能够去确认这个一买是否出现了 好吧 对吧 然后后面我们学习了之后 会会进一步的去确认 这个一买这个点是什么东西 它有可能在最后这一段下跌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笔的过程当中 它次级别还有一个走势类型 对吧 这个次级别如果还能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盘整下 对吧 去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一买 那么成功率会更高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先用这个指标加这个形态 去确认这个一买好吧 那么次级别最好是有走势类型的 那么这个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懂吗 那后面也就是会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那个次级别走势和区间套了 那现在先提一下 技术好的同学能理解 那后面的 就现在不知道的 后面也会继续讲的 好吧 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二者叠加去确认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类买卖点出现之后 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它会出现一个我们经常说到的 中枢下背驰回到最后中枢 对吧 什么叫做中枢下背驰回到最后中枢 这是大概率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如果是趋势背驰的话 他一买之后会保证什么 一买之后是有 禅论的一买是有一个绝对保证的一个空间 就什么意思 他会从他会从中枢下背驰之后 他会回到最后中枢 对吧 他会回到中枢内部来 而且一般来说的话 他只回到最后中枢顶附近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就中枢下如果背驰 特别是大级别上 对吧 你在这个地方发现中枢下如果出现了背驰 这个地方他他会回到最后中枢来 那这个地方这一段的这个利润就是 很可靠的 因为一般来说大级别上来说的话 很少出现三个以上就是两个以上的中枢的一个下跌 而且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提示一点 什么 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三个中枢的下跌 它并不意味着后面的走势会犀利无比 只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套利的空间 所以你们不用很执着的去找什么三个中枢的下跌 好吧 一般来说两个中枢的趋势下跌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趋势下跌之后 基本上可以保证一段什么什么什么空间 就是说他会中枢下背驰回到最后中枢 而且一般来说的话 他的力度 基本上可以保证回到什么 最后中枢顶附近 一般是这样一个一个情况 那么至于具体走到哪里 具体走到哪里 这个东西看力度了 是吧 那么如果说一般的情况 就是力度一般的情况 可能就走到最后中枢的一半 那可能就越有一组织就向下跌走了 那么正常的情况 是走到最后的中枢顶附近 那么最强的是什么 是走到最后中枢上面去 出现二 就二加三的那种情况 懂吧 所以一买之后 他出现的走势是什么 回到最后中枢 这个就是禅师经常说的一个禅论定理 中枢下背驰回到最后中枢 那么这一段空间是可以保证的 好吧 特别是越大级别 如果你遇到一个周线级别的两中枢的下跌 那么在这个地方去入场的话 那么在空间上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很丰厚的一个利润 那这个地方就非常值得你去参与 好吧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是 他如果是盘整下结束的话 他也可能会 中枢下背驰回到最后中枢 我们在讲解上阵走势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而且我们在上升过程当中 上升过程当中经常会讲到这个 对吧 初中枢没有力度回来 然后拉回来这个地方再去再去找买点 对吧 这种这种走势我们 有的同学把它叫做一招先 我们是讲过很多次这种类型的 对吧 他只不过是倒过来 这个地方就是一卖之后 然后回最后中枢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买之后回最后中枢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要警惕什么 警惕第三类买卖点的一个出现 现在你还没有学三买和三卖 但是这个地方我要给你讲一下 这什么什么情况呢 我用这个白板来讲算了 就是说他如果说 他如果说走完了这一个走完了这一个是吧 然后哎 你发现后面这个地方出现 就是说初中枢这一笔的力度 其实你比进中枢这一笔的力度 可能要少一点 对吧 但是你觉得这个地方 他一卖之后 他什么 他没有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他如果真的是一卖的话 他他会回来吗 对吧 但是他这个地方即使力度 不怎么样 但是他回踩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跌进来 他没有跌进这个中枢 他这个地方反而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力度不强 但是上下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什么去出现跌回中枢的这个情况 他是出现了在中枢上只跌出现了三买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什么 继续延续之前的走势 你这个地方就不要轻易去卖掉了 懂吧 然后反过来 反过来如果是下跌的话 反过来如果是下跌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你看那力度可能减弱了 是吧 但是他回抽的这个过程 又没有进入到这个中枢 他出现了三卖之后 又继续往上去跌 所以你不要着急 对吧 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第三的买卖点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要警惕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 他有可能会延续之前的走势 懂吗 然后最后一种情况什么呢 就是最后中枢的玉卒 我给你们说过的 他中枢下背驰保证回到最后中枢 然后回到最后中枢顶的时候 回到最后中枢顶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你要密切观察这个力度 到底到底怎么样 如果这个地方过不去的话 你这个地方要适当减仓去等二买的 懂吗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给我 给我就是什么 什么都不做就在这地方就呆住 好吧 他这个地方有可能去预阻的 因为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不能放量去突破中枢上轨的话 对吧 那这个地方有可能预阻 然后去等二买的 这个地方减一减仓 然后等二买再回补回来就行了 因为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他预阻之后 他还有可能继续往下去跌的 这是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因为他这个地方中枢已经升级了 就变成更大级的一个中枢 然后有可能继续往下去跌的 所以你们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回 反抽中枢之后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中枢顶附近预阻的话 量能不够的话 突破不了的话 这个地方减一减仓等二买 二买的二买出现之后再加仓就行了 所以为什么说二买会相对更稳妥一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回到最后中枢的时候 最后中枢顶就成为什么 成为你阶段性的一个压力位了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给我无动于衷 在那看 对吧 有可能这个东西放你又做什么了 你可能这个点超对了 但是后面东西它变成什么 变成更大级别中枢 又往下去跌的跌的话 你这个就没办法 懂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情况 要在这个地方去积极的去应对 突破了之后 我们三买加回来 好吧 如果没突破等二买再回补 然后如果这个地方遇阻之后 一直往下去跌 又又继续往下跌了 那就不着急 懂吧 所以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个地方还要再讲一下 什么叫做空头陷阱 就很多同学经常听过这个东西 但是空头陷阱怎么样去应用的 这个地方可能都不知道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一买之后 他再去打新低的时候 就就会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空头陷阱的 你来看啊 这个是上证18年的一个走势吧 他这个地方不是不是跌了两 他这个地方不是跌了两个中枢吗 是吧 你去比较 你去比较 为什么这一段没有背驰 对吧 你先看一下这段为什么没有背驰 你这个MACD更靠下吗 面积也比前面更大吗 比进中枢更大吗 那这个地方就非背下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盘第二个中枢 再往下走 这个地方再去比较 面积 黄白线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就背驰了 这个地方就是一买 一买的 一买往上去反抽 你看一买反抽之后进了 不是回到最后中枢了吗 然后后面又去往下去打什么 去打新低 对吧 这个地方就造成了什么 造成一个空头陷阱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什么 一般来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后面的反扑是非常猛烈的 对吧 如果前面这一段反这个 回到最后中枢的这个力度 不怎么强的话 又被又被空翻给打下来了 因为这个地方你空头的那个洞 就消耗的特别特别多了 他们就无力再去进一步扩大战果了 这个东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会会造成什么 多头的一个奋力的一个反扑 懂吧 所以这样一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趋势下跌之后 对吧 这个地方 一买回到最后中枢了 然后但是呢 这个地方中枢又往下去跌的时候 创了新低 但是呢 MACD的这个地方 哎 止跌了 对吧 还是条件还是什么 条件还是那两个条件 去比照前后的一个力度大小 MACD面积的一个大小 然后去等待什么 底分型 强势底分型的一个出现 那么这个地方一旦止跌之后 就很有可能走成什么 走成一个快速反弹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头陷阱 所以这种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不要去恐慌 因为它已经回到最后中枢 然后再再去下跌了 它不是说三麦之后的一个下跌 这是两种情况 好吧 我们刚才讲的是 你这个地方出现之后 然后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没有回最后中枢 它是回去之后 然后又被砸下来了 这是两种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个情况 就这种空头陷阱 你要去把握一下 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 能给你这个点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点 所以我们知道了之后 要去区别这个东西 好吧 然后呢 同理啊 你上升的过程当中 如果 就说什么呢 就说如果同理啊 你上升的过程当中 你趋势上不是完成的吗 你趋势上完成之后 他这个地方给你跌回最后中枢 然后又又往上去反仇 那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什么 成为一个多头的陷阱了 你这个地方就不要去追涨了 很有可能就很快跌上来 对吧 这反之都是同理的 买卖点互为镜像的 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注意一下一个问题啊 就一买的应用就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来看一下对关于一买的一个定义啊 一买的性质是什么呢 其实一买实际上是什么 空头力量的衰竭而产生的买点 而非多方力量加入的一个买点 多方力量的加入的买点是什么 就是说 市场发现他已经再往上去走了 对吧 然后哎 大家合力来往上去抬升的时候 形成合力 一买只是说空头的力量被打压的几乎就是衰竭完了 然后产生了一个反弹的一个买点 对吧 就是这就是那种那种什么 就是到一个极致对吧 物极必反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这个买点呢 不是说什么 不是说多头就一定会占据主导 他会产生一段一段距离的一个反弹 但是来说的话 他不一定导致转折 你懂吧 一买不一定导致转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禅师说最好是二买呢 二就不心地的二买去确认会好一点 一买呢 但是他的应用是很有意义的 是吧 因为你一买会导致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能够一买成功的话 对吧 你如果能够在一买的位置成功的话 你会有个什么好处呢 你的成本优势是最大的 对不对 但是一买呢 你要紧防他预阻最后中枢又继续往往下去跌的一个情况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一买之后 没有去心地出现二买继续往上 你这个整个节奏就操作起来就很流畅了 你后面成本就可以降的降的很低了 你成本优势就很大了 懂吧 所以呢这个地方 它是空头力量衰竭产生的一个买点 但不是但不一定是个转折性的买点 所以你要是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好吧 然后一买一定是左侧的买点 什么叫左侧和右侧很简单 有个同学不懂这个东西 你左侧就是什么 左侧就是抄底 左侧就是抄抄底 那继续往上去跌的这个过程中 你去找这个一买 那那么什么叫右侧买点 右侧买点是有一个旗杆上之后 盘整段的时候 你去你去什么 在盘整回调的时候去去进行一个参与 你在这个二买或者内二买位置去参与的话 那就是什么 右侧买点 那么左侧买点 一般来说不那么可靠 对吧 左侧很有可能会导致什么 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作为左侧买点 大级别一买一定要慎重以及保持耐心 为什么 因为一买它不一定导致转折 因为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它有可能是说连续下跌之后 它这个地方 是押忍后 往往往往走的过程 它走得很莫急 你知道吗 它若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下跌 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慢慢慢慢往上去去上移这个重心的 它不是说很灵狹的就能够迅速反弹回来 所以这个大级别一买 有的时候很考验你的耐心 和操作的那个节奏的 懂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 不太建议大家去操作这个大级别一买 因为有的时候会很耽误你时间 对吧 你看到一个大级别一买 你进去了 可能觉得很安心 可能也不怎么会亏钱 但是你这个地方也不一定能赚钱 是吧 他在这个地方耽误很久的时间 你看到别人 那些上升段的一些股票 涨得很好的 你心里面又慌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错过 所以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级别一买 尽量不要去参与 如果你参与 你一定是要看得很好 然后你资金容量比较大一点去进去 你要是小资金 就没有必要去做大级别一买了 这个没有意义 好吧 我们等二买去入场会好一点 那个性价比 时间上 都会相对更省事一点 懂吧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 就是但是所有的买点呢 其本质上都是一买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买点 本质上都是一买 因为我们一买的形态 无就是无非就两种 是不是 要么是趋势下完成 要么是盘整下完成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说所有的买点其本质上都是一买呢 禅师为什么说这样一句话呢 也是说他反弹之后 他反弹之后去做二买的过程当中 对吧 那么我们找二买的时候 其实本质上也要去找这个这个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次级别上到底出现 到底出现一买没有 对吧 就是次级别上 他是否是以 以这个 以这两种方式之一去完成的 所以一买是 是所有买点的一个本质 是一个核心 好吧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 也就是说本级别 比如说这个日线级别 对吧 他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 那么这个地方 预阻最后中枢顶了 然后下跌的时候 去做二买 但是二买的过程当中 他在什么 他在30分钟级别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这一段下跌过程当中 他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那么是不是本质上他其实也是一买吗 但是我们只是说他在次级别上是一买 但在本级别上变成了二买吗 对吧 那么我们后面的一些三买 哎也可以 就我们后面的一些三买 对吧 突破中枢之后回踩的这个点 那么他在次级别上 肯定也会有有个走势结构 对吧 他次级别上这个回回调 其实也是一买 只不过在本级别上变成了三买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一买 他是所有买人的一个核心 本质上都是一买 所以大家就注意这个问题 好吧 他只是说后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就是说本级别的二买和三买的寻找过程当中 他什么 他换了一个方式 他在次级别上去体现这个一买的一个情况 对吧 但本质上都是一买的一个走一个一个买点 对吧 他只是说在不同级别上体现出来不一样 对吧 日线的二买有可能是什么 就是说他是在三十分钟级别上 他走了一个什么 走了一个盘整下完成 那这个地方也是三十分钟盘整下了一个一买点 但是我们在日线上发现它是一个二买 懂吧 那么突破日线的中枢往上去走的时候 回踩的时候出现三买 那么这个三买形成过程当中 他必然是某级别上下去什么 上下去走了一个什么 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类型 其实在某级别上也一定是什么 也一定是一买出现了 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一买是所有买点的一个本质 是一个核心 所以我们清楚一买之后 以后对于二买和三买的一个理解 也会更加清晰和深入 好吧 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一买的应用和 对于某些级别上 一买出现之后怎么样去把握 对吧 大家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之后 后面就尝试着去运用 运用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我们注意两个条件 对吧 一个是指标的一个背离 指标的一个减弱 另外个什么 是底分形或者顶分形的一个确认 对不对 然后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警惕空头陷阱 这个地方你就不要慌 对吧 你去找 你去找这个地方 如果止跌了 出现底分形 反而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场点 然后对吧 因为它是空头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地方 我们后面还需要什么 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确认量能 然后看那个多方是否跟不跟 才去进一步判断转折 是吧 然后左侧买点 大级别的左侧买点 就尽量不要去参与 如果是小级别的 就是说现在这个行情下 我们操纵一些强势股票 它小级别上出现了这种一满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握 那么你在什么级别上去 去去找的找的一满 你就看什么级别的顶底分形就行了 就比较什么级别的指标就行了 懂吧 然后最后一点清楚 所有的买点本质上都是一满 那么我们等到这个后面学习的二满三满之后 你可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实质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不同级别上体现出来的形态 不一样而已 懂吧 所以今天的课就涨到这里 大家后面有时后发现那些 那些比较相对比较明显的一满的股票 我们可以一起去分析和探讨 好吧 炼到这里 因为阿弥峰 держ有特色的